HELLO 大家好我是Alan 今天呢就來講解一下 Check黑科技到底黑在哪裡 我們都說馬洞的黑不是黑 你說的白那是什麼白 好 言歸正傳了 我們今天就來講馬洞的ISOSPEED 結構到底迷人在什麼地方 通常我們要看到ISOSPEED的本體呢 我們必須要先拆開它外面的這個濕蓋 這時候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固定螺絲 然後接下來呢放鬆前端的這個固定螺絲 那接著呢我們就可以移動我們這個ISOSPEED的本體 就可以看到裡面隱藏的這個小小的黑色滑塊 滑塊主要的功能就是去調整它ISOSPEED整體軟硬度的一個裝置 好 那我們都知道呢 其實這種大阪型的空力車件 縱向剛性比較強的情況下 很多車友都會覺得說在騎路面的時候 會有些微的彈跳感 因為車架太死硬 所以剛好ISOSPEED的結構就解決了這樣的問題 因為它可以前後幫你做吸震的動作 可以看到這個中間這個滑塊啊 它是可以去前後做動的 那如果今天我們把滑塊調比較淺的話 我們這邊材質段比較長 那就可以達到比較吸震的效果 如果呢我們把這個黑色固定滑塊往後引 造成這邊的材質段比較小的話 它就會比較硬 所以其實ISOSPEED不只是針對需要舒適的騎乘風格 馬動的作動原理如突解 馬動ISOSPEED主要解決前後晃動的緩衝 所以擔心直上直下的處理抵消是不存在的 那麼大家最在意的空力外觀 我們現在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馬動的走線 那麼到了最後一步 要怎麼打造自己愛車的獨特性呢 首先打開Project One的首頁 這邊建議使用平板或是電腦操作 打開客製化選單 會看到有參與Project One的車款型號 點選馬動E-Type選項 這時候網頁就會開始模擬囉 接著點選喜歡的顏色 紅白和白藍分別是男女子車隊版配色 也可以用自己喜歡的主婦色調客製化 如果是訂製乘車的朋友還可以客製輪組的字標顏色 大致上的操作流程就是這樣 其他細節就留給各位自行設計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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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